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頻道的阿倫 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目前我在日本所體會到的 就是關於疫情方面 日本的政府他們做了一些什麼處置 跟我們現在在日本所碰到的一些情形 是什麼樣子 然後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你是舊朋友 老朋友的話呢 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在上傳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這樣子我的影片才不會錯過對不對 然後今天想要來跟各位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關於日本的疫情 然後我這一次是用比較平淡的一個立場 平淡的心情跟還有我個人的立場 來評斷目前我所碰到的日本 關於日本政府 對於日本疫情做的一些 比如說措施或者什麼樣的 做一些特別的活動之類 我個人的感想 其實說實在 因為我現在生活在東京 目前就是確診率最多的東京 然後好像已經累積超過1萬個人了 聽起來好像很可怕 然後現在目前每天都大約確診人數 還是以大概100多個 200多個人這樣子慢慢的在增加之中 不過當然也有人說說 你不能夠只看這個確診人數的數字 你要看他們總檢測的母數有多少 因為你檢查的人數越多 當然確診的機率就會越高 然後人數相對的就會越來越多嘛 這個是沒有錯的 然後我在我的這部影片說明欄下面 我會放一個就是關於確診人數的 就是他們一些表格的一些網站 就是陽性率 就是檢查100個裡面有幾%的人會中的 那陽性率的網站 我會放在這一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喔 不過就姑且先暫時撇除掉一天檢查 不知道有多少人 然後每天的確診人數其實說真的 我們因為一般老百姓最直接看的 就是有幾個人確診嘛 然後都是有100多個 200多個人 其實說實在的心情還是滿複雜的 然後日本的政府他們也因為 因為其實說實在這一波啦 因為之前曾經就是因為緊急是在宣言嘛 然後後來到5月結束之後呢 疫情好像有稍微稍微的緩和一點 那個時候每天確診人數大概已經 像是比如說會低於100或低於50以下 那時候感覺說好像好轉喔 然後那時候政府就開始說 我要開始要振興 要復興地方的一些觀光業等等的 所以那時候日本政府他們推出了一個名為 Go to Travel 就是Go to Travel的Campaign 就是一個算是要復興旅遊業 就是如果你利用這個Campaign去玩的話呢 你就可以免除掉非常多的一些費用 就是用比較便宜的方式 然後讓你可以出去玩 就像現在其實台灣也有類似的這樣 這種配套措施嘛 然後日本他們當然也要做 可是沒有想到的呢 是後來就是疫情好像又開始 又快要…抓不住了 又開始 東京 我就先以東京來講 東京就是慢慢又開始上升 然後突破100 150…200這樣子就開始往上升 然後就我自己個人來講 就好像這個Campaign 這個鼓勵大家出去玩的這個Campaign 是不是先暫時要緩一下呢 日本人他也想到了 可是呢 為什麼要笑呢 因為實在是很好笑 因為東京人數 因為已經開始有點居高不下了嘛 所以後來日本的政府 中央政府他們就決定說 好 我們還是一樣要繼續復興 東京都以外的旅遊業 所以他們決定就是把東京排除在外 就是你如果是從東京出發 或是你目的地是東京的話呢 就不在這個Go to Travel 就不在這個Go to Travel的範圍內 你就沒有辦法享受這些優惠 可是因為他之前已經把這消息放出來 所以有些人包含東京 住在東京的人 他們可能都已經預約好了 已經預約好說我什麼時候要去 對 說到這邊 那個Go to Travel是從7月22號開始 到什麼時候我好像有點不來記得 好像就是從7月22號開始之後 就是有一段期間是那個 去旅遊的話政府會補貼你錢這樣子 然後因為現在已經把東京排除 東京出發跟到達東京這邊排除了嘛 然後如果你是像如果東京人 他們之前就已經先預約好了 已經預約好了怎麼辦呢 當然沒有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覺得 我就是因為要這一個優惠 所以我才要出去玩 沒有這個優惠了 那我就取消吧 對 就在出發前我就取消吧 可是因為有些旅遊的地方 你取消的話 你是必須要付取消的費用的 然後日本政府他們所推出的這個 就是Go to Travel的這一個配套措施呢 他就說你 就是如果你是在這段期間內 如果已經預約好你要 Cancel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呢 這個取消的費用呢 政府也會幫你出 不過呢不包含 不包含東京都內的人 對 這個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我就是因為我本來想要去玩 然後你說我們現在東京的人去沒有補助 所以我才想要取消啊 那我取消的費用你又不幫我出 又把我們排除在外 所以現在怎樣 東京的人該死嗎 就是有一種這種感覺 所以說其實說實在 他們現在這一個配套措施呢 怎麼講 也還滿有爭議性的 就是很多比如說住在東京的人 或是你原本想來東京的人 都會覺得說你這到底在搞什麼 就是我就是因為你把我排除在外 所以我才要取消 結果你現在我要取消 你又沒有要幫我付取消費用這樣 對於他們來講可能有點像是就是 我就是因為聽了你的話 所以我決定要去玩 然後你現在說 我們現在不補助你 然後我要取消 然後你又不補助我 你還補助一些其他的人的那種感覺 這種心理不平衡 不過當然自己要去旅遊 自己要取消 要付取消費用 這個我是可以理解 可是總覺得就是有一種那種 政府做得有點怪怪的感覺有沒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不過當然一定也會有人說 你們東京的人不要出去害人 你們每天確診率那麼高 我們也知道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也並不是說會常常出去玩 如果當初誰會想到說 這個疫情到後來又會開始 有點快要控制不住的那種感覺呢 我當初好像就想到了 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其實日本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他們都沒有所謂的強制力 他們永遠都只能夠 比如說妖精… 就是呼籲 有點像呼籲的感覺 所以沒有強制力的關係 也沒有罰金的關係 所以說這也很容易造成那種防疫破口 就是你可能覺得你只是被呼籲嘛 你沒有強制力嘛 你也沒有罰則嘛 所以基本上要不要聽呢 真的就是看個人 就像是現在已經進入了四聯修 剛好今天開始是ウミの日 然後明天是體育之日 然後接下來是六日 剛好是四聯修 然後東京都之四在這兩天呢 在進入四聯修之前 昨天他也有講說 我們現在要進入四聯修囉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個 就是他小池也有說 就是四聯修不要不急的外出致書 就是希望大家 呼籲大家不要 四聯修沒事不要出去啊 這種感覺 也因為沒有強制力 沒有罰則 所以說真的會聽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我們現在再回到我們這個 Go to Travel的這個話題 其實說實在的 雖然說東京已經被排除在外 我們先撇開這個 先撇開這個不講 其實東京以外的地方 其實最近這幾天也開始都有很多 確診人數都突破 各地在過去以來的新高 然後就算我是覺得 我自己個人的感想是 就算你把這些 把東京排除在外 可是其他地方他們確診也還是有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呢 也是有在 有些地方也是有在慢慢升高的趨勢 那這些地方的人出去玩 會不會也會造成病毒的傳播呢 這個其實說實在的 就我自己個人來講 我也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就是感覺上 怎麼講呢 雖然說也不是不能夠理解 他們想要付出旅遊業的那個心情 而且不過說實在 日本真的 政府他們真的就是 如果要決定做一件事情 幾乎很難就是回頭 就是說我們講好 我們今天要去Go to Travel 然後如果大家覺得 可是現在很多地方都開始在確診了 可是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說出去了 我們只能做 只能夠把傷害傷到最小 傷害傷到最小之類的 可是他們還是會繼續說下去 他們沒有辦法心愛樂 這個是日本政府一個比較硬 就是他們沒有比較缺乏的一點柔軟性 就是我個人自己的感想 不過當然我相信應該 如果在 它內部應該有更深的一個 考慮的一個東西 我相信是有的 只是目前就是 我所講的就是我以我個人的感想出發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說實在的 誰不想要讓這個世界更好 然後讓確診率更低 然後我也常常會收到一些人 就是你來看看我們美國 你來看看我們哪裡哪裡的確診 你就會知道你們那邊沒有怎麼樣 是沒有錯了 可是我覺得你不能夠因為別人比較爛 就忽略掉自己的爛 對 所以也是要稍微的想一些 就是因為我現在生活在日本嘛 所以當然我會看的地方就是會是 而且我又是在東京 我會看的當然就是在東京這邊是最直接的 然後現在也很多公司都已經回復上班了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呢 很多人也會有些人留言跟我說 什麼時候會歸零啊 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現階段是不可能 這個疫情確診是不可能會有歸零的一天 只有可能先把傷害降到最低 然後等待疫苗或是等待之後有什麼方式 或是病毒自然消失之類的 出來之後我們才有辦法去克服這些東西 所以說這也是之前東京都它有說 我們接下來的生活就是with Corona 就是跟著病毒一起生活的一個話語 但是剛出來這個話的時候大家反彈很大 不過現在再回頭想想 其實說實在現在的 現階段的這個情形的確就只能夠這樣子了 那不然我們一般老百姓還能做什麼呢 就只能做到說出去的時候就多戴好口罩 然後保護好自己 然後沒事不要亂跑 不要去到人太多的地方等等 我們現在能做的大概就是像這樣子了吧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跟大家小小的分享 我目前生活在東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跟我一個自己的心得的感想 然後其實說實在我真的覺得這個 Go to Travel的 Campaign呢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講說 你們對於這項配套措施的一個想法吧 然後也謝謝所有關心我的朋友 然後我現在在我的IG呢 我每天都會用限制動態來PO出說 目前東京的每日確診人數有多少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追蹤一下我的IG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當然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跟追蹤我的IG 甚至如果喜歡看遊戲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我的阿倫的遊戲頻道 或是喜歡看動畫無理頭的話 也可以去看阿倫與費拉斯的頻道 歡迎大家去追蹤一下囉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也好好把握自己囉